你可以看一下那一分钟就用不了 很简单这个事吗 说你入到收藏这个行 每一个人都是要交学会的 别看像现在这个互联网时代 网络这么发达 鉴定者呢也特别多 都想鉴定 能找张三李四 给你看看这个东西 或者是辅导 早在二三十年以前 那个时候 第一是信息闭色 第二呢就是这个藏品的量 收藏的人达不到这个程度 这个人能鉴定 鉴定的一些知识 都是那个年代一点一点 花钱实战 真金白银积累起来的 短短的一句话 听着很简单 其实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财力 他没有义务告诉你 真假真正在哪 假假在哪 现在市场又这么乱 所有的鉴定者 都相对的设定一个门槛 那就是收费 当然有的收的高 有的收的低 是一个游戏规则 是对双方的一个互相的一个尊重 当然也有不收费的 你信任这个人 信任这个机构 想让他给你看呢 付出一定的劳动报酬 双方呢 都一个心爱理得 屏幕观看 屏幕观看 字幕观看